意大利东北部的威尼托区 是著名的旅游及工业城市 面积约为410平方公里 相当于1.5个台北市的大小 这里曾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13世纪时旅行冒险家马可波罗 就是由威尼托的首府威尼斯港口 出发前往中国 这里是欧洲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 主要的金融和商业运输中心 也是十字军东征的集结地 在拿破仑战争和维也纳会议之后 威尼斯共和国被奥地利帝国吞并 直到1866年金战争及全民共同后 才成为意大利王国的一部分 威尼斯港口的主要城区 建于离岸4公里的海边潜水滩上 平均雪深约1.5公尺 以铁路、公路、桥梁和陆地相连 由118个小岛所组成 并以177条雪道 和401座桥梁连成一体 其主要交通工具为船 固有水上都市、百岛城及桥城的名称 下午由旅店出发 经过圣马可广场 来到探西桥 扁条圣桥至马加雷教堂 然后向西经过许多座的桥梁 其复杂小小的巷道后 来到跨越大运河的赤竹桥 这是圣路西亚车站 及其前方的小圣西门教堂 然后沿着运河向西 来到SR11号道路终点的停车场 再经过一样复杂且小小的巷道 还有音乐家墨炸太的故居 来到学院美术馆附近的展览厅 跨过学院桥 回到出发点 圈程约6公里 跑跑走走停停 约2小时 阿弹伊大利 威尼西报道 阿弹伊大利 威尼西报道